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 它是 发光的 生火的 那么科学家讲啊 科学家就这样子讲 因为太阳里面有黑子 有这些染料的东西 使它生出大火 火放大光 那么这个整个沙佛世界 我们的地球 才有光亮 才有热 我常常在想 这是什么球啊 这太阳是什么球 太阳的火从哪里来的 太阳那些染料啊 这个黑子 永远就烧不完吗 谁上过太阳的 没有人上过 哪一个人上过太阳 太空船也没有说登陆太阳 全部都是预测的 你说科学仪器啊 我去测太阳啊 里面有黑子啊 黑子爆炸啊 它会产生一种这个 热啊 一种火啊 一种光啊 所以它从那里一直到这里来 这个沙佛世界就有光有热 我们知道太阳是没有错 太阳放光啊 放热 这是怎么回事 我常在想这个问题 那个火难道烧不完的吗 那个黑子烧不完的吗 烧多久了 你知道太阳距离地球多眼 太空船能够到吗 当然也许将来科学发达的时候 太空船是可以到的 这些这个都可以 这个几千光年 几万光年 几亿光年以后 它可以绕 可以到的 但是你能接近吗 你想想看 冬天的时候啊 太阳只要稍微斜一点 地球就结冰 就下雪 就很冷 它只要稍微接近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就是夏天 就热个钥匙 太阳从哪里来的 那些黑子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 你能够答吗 没有错啊 科学家讲有黑子爆炸 产生光啊 热啊 或怎么样子啊 燃烧啊 哪里有烧不完的东西 他原先怎么来的 不用问那么多了 金刚场菩萨问这个 我问这个 大家答吧 然后我常常在这个 我刚刚来这个 雷门西区的时候 我坐在这个 雷门西湖的旁边 看那个水在流 我眼睛看着那个水 我在想 这个水怎么会流呢 你们想说 这个师尊傻瓜 师尊很傻 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水会 水本来就会流的吗 但是我在想 水怎么会流呢 看着那个流水 这个东西怎么会流呢 这些水怎么会流呢 怎么流法 很多问题的哦 你自己想一想 很多问题的哦 水怎么会流呢 因为水是液体 它是液体 液体就是 H2O 水是H2O OK H 两个H 一个O H2O 所以组起来 它就会流 我说H2O是什么东西 液体就会流 固体就不会动 固体也有很多种 你看玻璃 我一直在想 这个玻璃是固体 但是这个玻璃 怎么是透明的呢 为什么别的东西 都不是透明的 玻璃它就是透明的 这个白色的 这个玻璃是透明的 很多问题 我经常在想 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结构 身体的形犯 这个血液的形犯 从心脏 这个用这个压力 使这个血 在身体里面经过 动脉 静脉 然后到微血管 这一种形犯 是哪一个人想出来 他怎么会弄得这么样子 那么微妙 让你的血液 从由一个心脏里面 这样打出来 然后绕片你的前身 一直到微血管 你又收回来 出去又收回来 那么应用这样子的交通 血液 运送那些营养 空气 到各个部位去 那是很大的科学 我们人体本身 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 我也知道这个是轮回 我也晓得 这个宇宙的种种的道理 是一种轮回的道理 你看这个水 你说水会流 我说 他也有不流的时候 他结冰的时候 他就变成固体 他有三种状态 他也变气体 水会变化的 水溢到热 就变成气 气上升 到虚空中 又会变成云 那么云成厚了 他又化成雨 又变成水 又下来 那么浴的太冷了 他又结冰 成为固体 他又不能流动了 怎么一个东西啊 同样的一个东西啊 他会变成气体 会变成液体 又会变成固体 我刚才问你 水为什么会流 但是他也有不流的时候啊 当他结成冰的时候啊 他就不流了 这些是为什么 什么道理呢 单单以太阳来讲起来 哪里有这么大的一个燃料厂 它到底有多少燃料 能够烧几亿年的 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的燃料